第721章越闹越大,各种叫嚣声从王家弟子口中喊出来,将柳无邪团团围住。 少主,需不需要我们废了他,一名星河九重弟子站出来,满脸的羡慕,还愣着干什么,还要让少主叫你们怎么做事吗? 身后两名仆人早就忍不住了,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出手。 就让我来收拾这个小子,刚才说话的男子往前一步,浑厚的星河之势朝柳无邪碾压而来。 街道两侧那些看壳纷纷后退,以免遭受波及,柳无邪静静静地站在原地,目光深处,闪过一丝寒气。 手掌一挥,更加强横地气浪卷起一道狂风,冲上来的男子,竟无法往前一步。 砰,无形的掌印,将男子先飞出去,狠狠地砸在远处石壁上。 砰,石壁炸开,男子口喷鲜血,仅仅一招,就被柳无邪先飞。 左有人面露骇然,刚才出手的男子可是星河九重啊。 每个人脸上充满着不可思议,还有震撼,这小子实力不俗,看来只有话阴静才能击败他。 原本蠢蠢欲动的好几人,纷纷选择助手,不敢往前一步,柳无邪身上涌出的气浪,让人心悸。 一尊话婴儿冲走出来,没走一步,身上杀意就凌厉几分。 周围聚集的客人越来越多,许多人穿好衣服,从客栈走出来。 三叔,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名男子从一座屋子走出来,年长得四十来岁,年纪较轻的,跟柳无邪岁数差不多。 年轻的男子朝年长的问道,不清楚,出去看看吧。 说完,两人从阁楼走下来,从他们的脸上不难看出,他们遇到难事了。 战斗一触即发,王山,快点出手,杀了这个小子。 王岳身后的仆人大声吼道,让王山赶紧出手,别犹豫了。 奇怪的是,王山站在柳无邪面前,迟迟不敢出手,有种无形的压力,不断地朝他涌过来。 这股压力,绝非境界,而是一种无形的事。 这股是看不见,摸不到,却真实存在。 住手,你们都住手。 这个时候,从街到远处,传来一道声音,阻止他们交战。 人群自动让开,两名年轻男女出现在人群之中,正是跟柳无邪才分开不久的王瑞兄妹。 王瑞,你在干什么?没看到少主被人欺负了吗? 王瑞身后的仆人大声地吼道,直呼王瑞的名字,丝毫没有将王瑞放在眼里。 这位柳公子是我的朋友,他对我们兄妹有救命之恩,如有得罪各位的地方,我替他向你们道歉了。 王瑞看了一眼王瑞,欲要化解他们之间的恩怨,以免将事情闹大。 其他王家弟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没说话,连正要出手的王山,都停住了脚步。 王瑞,你算个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这小子羞辱我们王家,今日他必须要死。 三十多名弟子当中,大多支持王瑞,各种恶毒的语言,从他们口中说出来。 王瑞双拳紧捏,如果不是怕事情闹大,真想上去狠狠善他们耳光。 你们想要杀死柳兄弟,就从我们兄妹的身体上踩过去吧。 王瑞并未寄出兵器,兄妹二人横在柳无邪面前。 想要杀他,首先过他这一关,自始至终,王瑞一句话也没说,邪义的目光,一直看着柳无邪。 没想到这小子跟王瑞之间,还有一层关系,这下子有意思了。 王瑞,他不是王家二少主吗?柳无邪身后,传来议论声,认识这个王瑞。 说好听点是二少主,说难听点就是数字,他母亲并非王家家主名门正取,身份地位,仅比那些普通人身份高一些而已,在王家并没有什么地位。 又是一人,露出一丝不屑,王瑞身份有些特殊,因为母亲的关系,连为他们兄妹在家族都不受待见。 一直以来,家族大力扶持王瑞,当作未来家主培养。 王瑞兄妹只能靠自己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 严格来说,王瑞跟王瑞之间属于同父异母,而王瑞的母亲,则是大娘,名为正取,王瑞又是长子,自然是未来家主继承人。 从小就在万千宠爱中长大,养成一身娇惯跋扈的性格,倒也不足为奇。 中围的谈论,柳无邪尽收耳底,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王瑞这些年一直排斥王瑞,主要是怕危机到自己的地位。 王瑞无奈之下,只能带着妹妹经常离开家族,独自修炼。 几个月前,前往赤岭城附近历练,也是今日才赶回来。 既然他想死,那就成全他吧。 一直沉默不语的王瑞突然开口说话了,站在一旁的王家弟子愣了,不管王瑞母亲身份如何,毕竟是家主的血肉,这样杀了他,家主怪罪下来,他们这些人承受不起。 少主,这样做不妥吧? 王山小声说道,他虽然效忠于王瑞,让他做手足相残的事情,他还做不到。 毕竟王瑞这些年,没做什么对不起家族的事情,许多家族弟子,暗中还是很支持王瑞。 王山,你是不是忘了,当年没有少主,你们一家,早就被贬蛮荒,少主让你杀了他,居然为守卫脚,信不信少主再次废了你的身份,让你变成普通人。 王月身后的仆人,指着王山,说他忘恩负义。 当年他们一家,因为触犯了族规,是王月求情,保住了王山。 自那以后,王山才全力辅佐王月,助他接掌家主之位。 王山一脸痛苦之色,拳头紧捏,犹如愤怒的狮子,转过身子,一步步朝柳无邪走过来。 话音之势,形成惊涛骇浪,震得王岚不断后退,承受不住凄浪的冲击。 柳兄,你想办法逃走,我来拦住他们。 王瑞知道,凭靠他们兄妹,根本阻拦不了这么多人。 他的目的,只要让柳无邪安全离开即可。 至于自己的生死,早已知之度外,柳无邪很是感动,这个时候,王瑞还让自己先走,此人倒是值得结交。 出道中神周,柳无邪一个朋友也没有,多谢王兄的好意,这是我跟他们之间恩怨,还是由我自己来解决吧。 柳无邪拍了拍王瑞的肩膀,轻轻将他推到一旁。 柳兄,王瑞一脸焦急,却没有任何办法,唯有王瑞阻拦,王山脸色一冷,恐怖的杀意,哭笑而至。 刚才还有所忌惮,现在可以全身心投入到战斗当中去。 三叔,我们要不要出手救他,此人看起来不像是大恶之辈,反倒是那个叫王瑞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神之中,充满着邪恶。 从客栈走出来的两名男子,那名青年人看不惯王瑞的作为,让三叔出手救下柳无邪。 柳心,你不觉得他长得像一个人吗? 那名中年男子一直打亮柳无邪,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就是想不起来。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有些熟悉,年轻男子抓了抓脑袋,努力地回忆,他们从未见过柳无邪,为何会有这种想法。 他像大哥年轻时候的样子,中年男子眼眸中闪过一丝痛苦,从柳无邪面旁上,看到自己大哥年轻时的模样。 你是说大伯,年轻男子一正,三叔要是不提醒,他还真的想不起来。 这时间相像之人太多了,可能是天色昏暗的关系,我看的不是很真切。 中年男子摇了摇头,只是略微有些像而已,这边说话的功夫,王山一掌朝柳无邪碾压下来。 不愧是话阴静,实力要比刚才出手的男子强横数百倍。 这小子死定了,小小的星河七重,也赶在昌城撒野。 其他王家弟子,纷纷叫好,剧长距离柳无邪越来越近,已经逼到近前。 王瑞脸上倒没有太多担忧之色,他非常清楚柳无邪的实力。 九霸在他面前,不堪一击,王山的实力,最多比仇霸强那么一点点。 长进形成一道末盘,碾向柳无邪的脑袋。 这要是被击中,柳无邪的肉身,必定四分五裂。 哼,不给你点颜色瞧瞧,真以为我好欺负不成。 柳无邪面露温怒,身体突然消失在原地,举起手掌,朝王山反压回去。 王山的速度快,柳无邪的速度更快。 还没等王山反应过来,柳无邪的手掌,已经出现在他胸前。 变化之快,让人匪夷所思,很多人都没看清楚柳无邪是如何出手,只见王山的身体,突然倒飞出去。 犹如断了线的风筝,胸口上的衣服,轰然炸开,出现一道血红色的掌印。 他惹怒了柳无邪,这一掌虽然不至于要了他的命,没有十天半个月,休想下地。 看在王瑞的面子上,柳无邪才饶他一命,不然早就出手,全部杀之。 人群一片死寂,谁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王山会被柳无邪一掌先飞。 包括王月在内,眼眸深处,闪过一丝异样。 只有王瑞,脸上没有任何变化,因为他早就猜到,会是这种结果。 正非王山,其他王家弟子不敢上前一步,快通知家主,此人不仅废掉我们王家弟子。 还打伤王家长老,绝不能留。 不少弟子拿出通讯符,通知家族高层,派高手前来。 事情越闹越大,柳兄弟,你快走吧,等家族高手来了,连我都没有办法。 王瑞说的是实话,他只是数字,在家族人微言轻,说话分量,还不如家族一名弟子。 第722章邪灵,王瑞的本意,让柳无邪逃走,家族就算追究起来,他一己承担。 虽然他是数字,家族还不敢拿他怎么样,今天谁也别想走。 王瑞身后的仆人,上窜下跳,今日不杀柳无邪,少主颜面何存。 痴痴,毫无征兆,虚空上多出两缕血剑。 不知何时,邪刃出现在柳无邪手中,邪劈出去。 王瑞身后两名仆人,还没来得及惨叫,直接被邪刃切断了脑袋。 尖血狂喷,染红了王瑞的一惊,杀人了,杀人了,人群传来阵阵大喊声,鲜血的味道,弥漫方圆数百米。 饺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斩杀我们王家的人,一起出手,将他镇压。 还有好几名画英镜高手,无比的恼怒,联合三十多人,手持兵器,恐怖的力量,形成无边的骇浪,震得柳无邪一袍鼓荡。 场面上的局势,连王瑞都无法控制了,一群乌合之众,柳无邪手持邪刃,目光横扫一圈,嘴角浮现一抹残酷的笑意。 既然王家遇要逼死他,那今日就大开杀戒。 趁着他们还没动,柳无邪身体先动了,并未施展一字斩,杀伤力太强,一旦施展,将变成狮山学海,三十几人全部都要死。 夺命刀法出现,鬼魅般的刀法,在柳无邪手里,幻化出一道道诡异的影子。 脚踩其心,柳无邪绕开王瑞,将他推出战圈,此事跟他没关系,不想连累他们兄妹两个。 夺命刀法,他怎么会我们柳家的夺命刀法?远处那名叫柳星的青年,发出震撼声。 别说他,连身旁的中年男子,都是一脸惊恶。 夺命刀法是柳家不传之秘,只有柳家嫡系弟子才能修炼。 柳无邪施展的正是柳家的嫡传刀法,如果柳无邪是柳家弟子,那也罢了,关键是柳无邪面孔太陌生了,他们从未见过。 难道是家族刀法外泄?柳星难难自语,也有这种可能,能将夺命刀法修炼到这种程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不可能,只有柳家的血脉,才能催动夺命刀法,就算泄露出去,外人也很难修炼成功,夺命刀法早已跟柳家血脉融为一体。 中年男子摇了摇头,柳星不知道,他非常清楚,就算夺命刀法外泄,一般人只能掌握其皮毛,根本领悟不到夺命刀法的精髓。 只见柳无邪如同鬼影一般,穿梭在三十几人之中。 截刃每一次披下,他们身体上都会多出几道口子。 尖邪染红了地面上,每个人身上的伤口并不是很深,柳无邪在告诉他们,如果取他们性命,犹如探囊取物一般简单。 不到三个呼吸时间,地面上传来阵阵哀嚎,三十多人,全部捂着伤口,每个人脸色极其难看。 除了王月之外,所有人全部挂着伤,鲜血染红了他们的衣服。 柳无邪凹立原地,浑身上下,散发出的气势,让人无法逼世。 怎么会这样,他一人击败这么多人,周围那些看客,一脸不解之色,柳无邪是如何做到的? 刚才还有不少人,可没少嘲讽柳无邪,认为他不自量力。 孤身一人对抗王家,无疑是堂帝当车,此刻看来,柳无邪的确有狂妄的资本。 王月蠢蠢欲动,想要几次出手,理智告诉他,柳无邪太强大了,想要击败他很难很难。 滚,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柳无邪蕴含怒气而发,让所有人滚开。 说完,朝街道远处走去,传送阵要到天亮才能开启,必须要等到明天早上,方能离开昌城。 上我王家的弟子,就想这样离开,犹如乌云压顶,从远处,突然飞掠过来十几人,无边的气势,封锁了整条街道。 王家的高手终于到了,清一色高级化英镜,柳无邪想要离开,不是那么容易,王领双看着哀嚎的王家弟子,脸色阴沉得可怕。 在昌城,赶伤他们王家的人不是没有,但绝对不多,起码不是柳无邪这种人。 柳无邪定住脚步,转过身子,目光落在王家十多名高手身上。 刚才说话的男子,名叫王领双,王瑞的父亲,如今王家家主,同样也是王瑞的父亲。 打了小的,来了大的,打了大的,来了老的,你们王家还有多少人,一并出来吧。 柳无邪懒得跟他们废话下去,大不了施斩机灭权,燃烧先帝意志,将他们一锅炖了。 这样纠缠不休,让他非常烦躁,小子,修得狂妄,王家一尊长老站出来, 认为柳无邪太狂妄了,小小心和静,竟然口出狂言。 我有狂妄的资本,如果你们王家再不分青红皂白,那你们王家,也没有必要在昌城存在了。 柳无邪绝非说大话,他想离开,谁也无法阻止,但是以后,将是王家的噩梦,就算是王瑞的家族,柳无邪也绝不会留情面,全部杀光。 好狂的口气,我们王家毅力昌城数百年,岂会因为你一个黄口小儿一句话,就断送我王家百年基业,真是可笑透顶。 王家几名长老,发出阵阵冷笑,他们王家又不是被吓大的,这些年什么风浪没见过,岂会被柳无邪一番话给吓到。 那你们可以试试,柳无邪也谋深处,闪过一丝疯狂,他需要压力,既然王家自己找死,就别怪他狠辣无情了。 借助他们的压制,帮助自己突破星河八重,诛杀他们的概率更大。 父亲大人,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这中间有误会。 王瑞赶紧站出来,跪在王岭双面前,解释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包括他在跟火山脉发生的一切,是柳无邪救了他们兄妹一命。 王岭双眉头微皱,街上站着很多人,目光中带着一丝鄙视。 大家都知道王岭是什么人,仗着自己身份,这些年在昌城,没少得罪人。 谁会想到,碰到柳无邪这个硬查,就恋借强者为尊,没有对与错,如果柳无邪只是一个普通人,恐怕早就是一具尸体。 死了也就死了,没有人会在意他的死亡。 谁会料到,柳无邪大杀四方,将王家三十多名高手,尽数击伤,还杀了两名仆人。 二公子,请注意你的言辞,王岭可是我们未来的家主,这小子在挑衅我们王家的威严,希望你好自为之。 支持王岭的一名长老阴冷地说道,直接告诉王瑞,你跟柳无邪之间的事情,王家不管,柳无邪公然打了王岭的脸,等于打了整个王家的脸面,岂能就此罢休。 呵呵呵,听到他们之间谈话,柳无邪突然冷笑了几声。 叫声中充满着讽刺,每个人都能听出来,柳无邪在嘲讽王家,包括王岭霜还有那些家族长老。 饺子,你笑什么? 刚才说话的长老非常的生气,质问柳无邪,笑你们无知,笑你们愚昧,笑你们白痴,笑你们都白活了这么大,笑你们都是一群垃圾。 一连五个笑你们,彻底点燃了导火索,包括王岭霜,脸上闪过一丝杀气。 柳无邪话音一落,街道四周传来一阵阵笑声。 公然嘲笑王家是白痴,愚昧,无知,垃圾,柳无邪这是疯了吗? 彻底把王家往死里得罪啊,饺子,你死定了,叫嚣得长老气得浑身颤抖。 他不问还好,这一问凭空多出五个你笑什么,估计以后会流传整个昌诚,成为他们王家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 以后提及王家,人们自动会想起这五句话。 气势一触即发,詹叔,我们要不要阻止,必须要问清楚,他怎么会懂得我们柳家的夺命刀法。 柳心很是焦急,不急,中年男子并不是太着急,总觉得柳无邪身上隐藏着什么秘密,既然敢这么说出来,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本该杀你,因为你救了瑞尔一命,但是你刚才一番话,今日不给我解释清楚,就算你救了瑞尔,也难逃一死。 王领双还算恩怨分明,不管如何,柳无邪毕竟救了他的儿子跟女儿。 偏偏又得罪了大儿子王月,你们把一个邪灵捧上了天,还当作未来家主培养,难道你们不是白痴? 不是无知,不是白活这么大,柳无邪反问道,杰灵,作有人愣了,折磨邪灵,一些思维活跃的人,纷纷将目光落在王月身上,柳无邪指的邪灵,难道是王月? 饺子,你修要信口雌黄,杰灵,那是十分邪恶的存在,人类的敌人,一旦发现,立即将其处置。 我是不是信口雌黄,其实很好分辨,你们只要拿出黑狗血配合赤红鸡的血混合一起。 刻画制约邪灵的灵符,一切自然真相大白。 柳无邪不愿意跟他们废话下去,第一眼看到王月的那一刻起,柳无邪就知道王月修炼了邪功。 而且他的邪功,已经影响他的心智,或者说,以前的王月早就死了,被邪灵占据了身体。 听到柳无邪要刻画制约邪灵的灵符,王月眼眸深处,闪过一丝慌张。 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你三番五次羞辱王家,准备受死吧。 王家这么多高手,岂能任由柳无邪摆布,先杀了他再说。 至于王月是不是邪灵,他们自己会调查,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 你们害怕了吗?柳无邪站在原地,嘴角浮现一抹邪笑,丝毫没有巨异,要是让人知道你们王家出现一尊邪灵,必定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我说的可对。 第723章邪灵现身,柳无邪一番话问住了王家所有人。 他猜得完全正确,中围聚集太多人了,王家不想把事情闹大,反而希望赶紧杀了柳无邪,一了百了。 短短几分钟时间,柳无邪仅评几句话,让王家陷入被动。 不论他们说什么,周围的人似乎都不怎么相信。 这是正常人的心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家主,不必听这个黄口小儿胡说八道,待我杀了他,看他还敢这么嘴硬。 那名长老忍不住了,一掌朝柳无邪碾压下来。 打算杀人灭口,再拖延下去,还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 王家主,不论他说的是真还是假,一事便知,如果他撒谎,再杀他也不迟。 柳无邪感觉自己眼前一黑,出现一道人影,拦在他面前,遮挡住了光线,才感觉眼前发黑。 你又是什么人,敢站出来多管闲事,出手的长老,语气很不好,让站在柳无邪面前的男子赶紧滚开。 这是他们王家跟柳无邪之间的恩怨,其他人休要插手。 如若不然,就是他们王家的敌人,比人柳大悦,恰好路过此地,事情始末,相信在场中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孰是孰非,每个人心里像是明镜一样。 这位公子对你们王家有恩,你们这样对待人家,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站在柳无邪面前的中年男子语气不急不缓,每说一个字,仿佛有种魔力。 无形的是,笼罩整个街道,王家的长老,居然无法往前一步。 真玄境,柳无邪暗暗吃惊,眼前这名看起来岁数不是很大的中年男子,居然是真玄境高手。 终神周果然卧虎藏龙,等等,柳无邪眼眸深处,闪过一丝震惊,柳大悦,怎么跟父亲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 柳无邪暗暗说道,父亲叫柳大山,眼前的男子叫柳大悦,摇了摇头,父亲境界当年只有真单静而已,眼前的中年人,可是真玄境,相差何止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柳大悦,王领霜眉头微皱,总觉得这个名字在哪里听到过,就是想不起来。 家主,难道他是新药成柳家的人,右侧一名长老走过来,在王领霜耳边小声地说道。 提及新药成柳家,王领霜身体一晃,那可是一个庞然大物,虽然这些年落寞了,也不是王家所能抗衡的。 听到身边长老提及,王领霜似乎想起来柳大悦的身份。 敢问先生可是柳修成家主的三子,柳大悦,王领霜试探性地问了一句,确认一下对方身份。 正是在下,柳大山报了报权,承认自己是柳修成的三子。 什么,他是柳家当代家主的三子,人群炸开了锅,柳家是谁,那可是中神周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所有长老身体一晃,险些一头栽倒,尤其是刚才羞辱柳大山的那名长老,一脸的紧张之色。 柳大悦一只手就能拈死他们所有人。 王家虽然有一尊真玄老祖,但是跟心要呈柳家相比,无疑是皮肤汗术,不自量力。 柳家可是有灵玄老祖坐镇,真玄竟更是多如牛毛。 柳先生,这是我们王家跟他之间的恩怨,还请先生不要干涉。 王领双身吸一口气,他忌惮柳家没错,今日事情不能圆满解决,王家地位将一落千丈。 我本不想多管你们之间的事情,刚才他提及邪灵,这不仅仅是你们之间的恩怨了,而是关乎整个人族。 柳大悦站出来,可不仅仅是为了帮助柳无邪。 柳先生说的没错,事实又何妨,如果这小子撒谎,再杀他也不迟。 不少人支持柳大悦,这件事情,王家做得太过分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认为王家忘恩负义。 我早就发现了,王家少主一直不对劲,走在街上话语很少,一直由身边仆人说话,难道他真被邪灵附体了? 此周不少人指指点点,甚至一些人形容得有鼻子有眼。 王月的性格,确实有些古怪,如此年纪,应该换于很多才对,而不是一直冷冰冰地站在那里。 从出现到现在,就说了一句话,很是怪异。 王家所有人骑虎难下,每个人的矛头,都指向他们,甚至有好事者,已经准备好了黑狗血跟吃红鸡的血,混合在一起。 只等刻画制约邪灵的灵符,邪灵,是一种极其诡异的存在,他们没有身体,没有肉身,也没有原神。 像是一团雾气,也像是一滴水,可能是一片树叶。 他们是邪恶之灵所化,邪灵附体,开始的时候人类并没有什么感觉,只会大病一场,好了之后,跟正常人没有区别。 真武大陆很多年了,没有听说过邪灵,他们早就消失在天地之间。 但是老一辈,他们清晰地记得,几千年前,一场邪灵浩劫,险些葬送整个大陆。 王领双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他岂能不知,儿子这几年,越来越疏远他,变得更加冷漠,连有一点感情。 脸上连笑容都越来越少,像是冰冷的行尸走肉,将黑狗血还有赤红鸡血放在柳无邪面前,既然是他提出来,理应由他来刻画灵符。 王岳,你真的要逼我刻画邪灵符吗?柳无邪不想把事情做绝,给王家留点回旋的余地。 一旦他真的刻画出来邪灵符,事情将一发不可收拾。 任何事情,瞒不过天道神书跟鬼同树,柳无邪在担药铺没有拆穿,就是不想多事。 哥哥哥,王岳突然笑了,笑得很耸人,整个脸上表情都是扭曲的。 路边昏暗的灯光照射在他脸上,显得阴森可步,不像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脸庞。 看着自己儿子变成这幅模样,王岭霜内心一通。 真是冥顽不灵,柳无邪眼眸一冷,伸手一招,两种血液一起飞起来。 装手一画,一道金色印记出现了,随后是一道符纸,逐渐放大。 诡异的灵符,凭空出现,柳无邪刻画灵纹的速度,让所有人惊骇不已。 不到半个呼吸时间,一枚邪灵符出现在虚空之上。 陡然间,虚空上金光大作,犹如一团烈日,邪灵符并无攻击能力,但是释放出来的光泽,强烈无比。 照射在正常人身上,没有一点反应,但是赵在邪灵身上,哥哥哥,你们都该死。 被邪灵符光泽照射之后,王岭性情大变,发出诡异的叫声,他的眼眸深处,流露出骇人的红光。 连柳大岳都露出一丝心迹,邪灵太恐怖了。 大家快退,柳大岳一声大喝,形成一股气浪,将周围那些人逼退数百步。 依旧站在柳无邪身前,以免他有生命危险。 柳大岳的做法,让柳无邪很是感动,大家萍水相逢,能为大家考虑,证明他有一颗仁爱之心。 一团雾气从王岭身体内部升起,他的双脚一点点离地而起,气势节节攀升。 杰灵,他真的被邪灵附体了,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无数人朝四周逃去,以免被邪灵杀死。 我要杀了你,王岭声音诡异,不像是人类的声音,说完,朝柳无邪飞略而来。 你快退,柳大岳让柳无邪快走,邪灵攻击很是诡异。 他是真玄境,都无法与其抗衡,杰灵的攻击没有法门,靠的是邪灵之气,可以轻易钻让你的魂海。 他的目标是我,逃不掉的,柳无邪摇了摇头,如果能走,他早就走了,何必要等到现在? 一团雾气从王岭的身体里面掠出来,穿梭空气之中。 直奔柳无邪而来,至于王岭,则是跌落到地面上。 柳大岳手持长剑,朝那团雾气斩下。 奇怪的是,那团雾气自己散开,常见对他无效。 不好,柳大岳按道不好,还是晚了一步,邪灵幻化的雾气,钻入柳无邪体内,直奔他的魂海而去。 这是要夺射柳无邪的身体,让他变成新的邪灵。 柳无邪脸上没有一丝担忧,雾气穿梭他的经脉,欲要进入魂海。 速度极快,前后不过眨眼间的功夫而已。 柳大岳站在原地,一脸的不知所措,刚才逃走的那些人,纷纷掉头回来,想要一看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岭身体从空中跌落下来之后,王岭双连忙上前。 只见他气息很是微弱,境界也在跌落。 父亲,对不起,王岭流露出一丝痛苦之色。 月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被邪灵附体? 看着儿子气息越来越弱,出声问道,三年前,我去了一趟厄灵山,王岭声音不大,却能传遍每一个人耳中。 厄灵山,听到这三个字,所有人明白了,那是终神舟一处邪恶之地,人类从不踏足。 当年那里死了太多人,许多人死后,灵魂不灭,化为邪灵一直生活在厄灵山。 没想到王岭居然偷偷地跑到那里去,那可是人类禁地啊。 你糊涂啊,王岭霜想要责备,发现说什么都没用了。 自己儿子的魂海,早就被邪灵占据。 如今邪灵离体,儿子离死也不远了。 事情一波三折,谁也没想到,一场私人恩怨,会发生这么多的东西。 连邪灵都牵扯出来了,可以肯定,王岭身上的邪灵,是他从恶灵山带出来的。 几百道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柳无邪。 如果他不能降服邪灵,他会继续寻找下一个宿主,占据他的肉身,才使人类的魂海。 一个接着一个,直到邪灵彻底长大,一尊强大的邪灵,需要吃掉数万人的元神,才能彻底成形。 难怪人类不允许邪灵存在这个世界上,第七百二十四张白虎血脉,柳大月一脸关心之色,邪灵一旦入体,非常的麻烦,除非用邪灵符逼他出来。 黑狗血跟赤红鸡血已经被柳无邪用光了,再去找,需要一段时间。 耿凑齐了,邪灵早已吃掉柳无邪的元神。 就算逼他出来,结果跟王岭一样,慢慢死去。 柳无邪静静静地站在原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看起来反而风轻云淡。 杰灵化为一团雾气,钻入柳无邪的魂海。 刚一踏入,先被灵魂之盾阻拦在外,随后,天道神书释放出万丈圣光,将邪灵包裹起来。 一道道惨叫声,在柳无邪魂海内部传出,外人根本听不到,只有柳无邪自己能听的一清二楚。 杰灵化为各种形态,在柳无邪魂海中不断挣扎。 天道神书的圣光,连万年死士都能杀死,何况是小小的邪灵。 不论是邪灵,还是万年死士,他们的结构基本差不多,都是死后怨念所化。 只是形态不同而已,杰灵比较诡异,让人防不胜防,此事难以杀死,必须要刺破他的天灵盖,消灭死亡晶体。 当最后一缕白色雾气被圣光蒸发掉,邪灵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奇怪的是,柳无邪的魂海,居然暴涨一大截。 这些都是邪灵吸收其他人的魂力,全部成全了柳无邪。 天道神书上,留下一道邪灵印记,睁开双眼,柳无邪朝四周看去,发现一个哥看向他的眼神,充满着诡异还有惧怕。 生怕邪灵从他身体里面钻出来,进入他们的体内。 邪灵的气息好像消失了,一尊话英镜强者喃喃说道,从柳无邪身上,看不到一丝邪灵之气。 也就是说,邪灵被柳无邪杀死了。 小兄弟,你没事吧?柳大月走过来,脸上的担忧之色逐渐退去。 多谢前辈关心,邪灵已经被我杀死,柳无邪如实回道,今日没有柳大月站出来,事情可能会很麻烦,王家绝对不会这样善罢甘休。 就算他全身而退,也会脱掉一层皮。 那边,王月环缓闭上眼睛,彻底死去,王灵霜仰天长笑,他的长子,就这样死了。 王家主,节哀顺变,今日你应该感谢这位小友,如果不是他及时提醒,等邪灵吃光了令郎的元神,会逐渐蚕食你们整个王家,到那个时候,后果才是真的不堪设想。 柳大月走过来,一副安慰的语气,周围那些人纷纷点头,王灵霜心里何尝不清楚,自己儿子的元神,早已被邪灵吃得低点不剩,随时都会死去。 杰灵必定会寻找下一个宿主,第一个从他们王家弟子身上着手。 那些王家长老不说话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柳无邪是仇人,他却帮助了王家,阻止了邪灵继续蔓延。 说他是恩人,少主因他而死,还有几十名弟子,被他打伤。 情绪很矛盾,不管如何,王家的地位,肯定会一落千丈,邪灵的诞生,以后谁也不敢跟王家的人打交道,鬼知道他们王家,其他人身上还有没有邪灵这种东西。 柳先生不必说了,王灵霜摆了白手,他境界虽然不如柳大月,但是看事情很清楚。 至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眼前最重要,是如何挽救家族的损失。 饺子,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如果不是你,我们王家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些王家长老,将责任全部推卸到柳无邪一人身上。 如果不是柳大月站在柳无邪面前,可能早就一窝蜂而上,诛杀柳无邪。 这个王家也太可恨了,如果不是这小子发现得及时,他们王家的后果更加严重。 终为不少人看不下去了,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家旧由自取。 都别说了,王灵霜站起来,制止那些长老。 再说下去,王家以后在昌城,更是难以立足。 百年家族,放到世俗界,也许算是一尊庞然大物。 在终神州,不过沧海一宿,每天都有百年家族被历史潮流所淹没。 同样,每天也有新的家族崛起。 家主,那些长老不理解,为何家主不让他们说了,这一切本来就是柳无邪的错。 今日的事情,我们王家也有过错,此事就此作罢。 王灵霜不愧是一家之主,这个时候,还是要顾全大局。 真要是闹大了,对谁都不好,柳无邪反正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一走了之。 王家不行,他们还要在昌城生活,名誉一旦毁了,以后再想找回来,难于登天。 王灵霜的态度,让柳无邪脸色好看了一些。 刚才我嘲笑你们白痴,白活这么大,不仅仅是因为他被邪灵附体, 而是嘲笑你们却让真正的明珠蒙尘,要是我没猜错,你们王家先祖,一定身怀白虎血脉吧。 柳无邪这时候突然说道,让所有人一愣。 王家长老正要发怒,却被王灵霜挥手制止。 能一眼看出来王月身体被邪灵占据,必定有过人之处。 更厉害他居然看到白家先祖身怀白虎血脉,这就很不简单了。 昌城知道王家先祖身怀白虎血脉的人不超过十人,这些人都不在现场,柳无邪是如何得知。 柳大月眼神闪过一丝一样光彩,今晚的事情,他可是从头看到尾,柳无邪的一举一动,他看得一清二楚。 不能用妖孽来形容,只是做事风格还有他的言谈举止,怎么也看着不像是一名不到二十岁的青年。 进退有据,语气不软不硬,态度更是不卑不坑。 这位小友,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王灵霜态度也变了,能说出他们先祖血脉,难道柳无邪又发现了什么? 王兄,你过来一下,柳无邪朝王瑞招了招手,后者看了一眼自己父亲,点了点头,王灵霜同意他过去。 如果柳无邪真的治愈王瑞于死地,他会第一时间出手。 柳兄,你叫我何事?王瑞此刻心里也是百味沉杂,说不出来。 激发你身体里面的白虎血脉,柳无邪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手持三枚银针,突然刺入王瑞的天庭,颤中以及小腹丹田的位置。 这是人体三处最要紧的穴道,稍有不慎,就会死亡。 助手,所有王家长老大声喝道,让柳无邪赶紧助手,已经来不及了,柳无邪的速度太快了,快得让人思维都跟不上。 王瑞脸上闪过一丝痛苦之色,还没来得及感应发生了什么,一团烈焰,突然在他身体内释放出去。 吼吼吼,一道道虎银之声,响彻整个街道。 随即,在王瑞身体后面,出现一尊白虎虚影,看起来恐怖无比。 境界节节攀升,王瑞瞬间突破星河桎固,跨入话音镜。 气势越来越强,身后的白虎忽影忽现,散发出的虎威,连那些话音高手都无法靠近。 王敏霜正在原地,一脸的不可思议,王家长老,一脸猛逼,怎么会这样,三枚银针,就唤醒了王瑞身体中的白虎血脉。 此方那些看客,同样是一脸呆滞,今晚发生的事情太诡异了,一时半刻消化不完。 白虎血脉,我们王家终于有人苏醒了白虎血脉,一尊长者老泪纵横,坐在地面上,不断地祈祷。 其他长老陷入沉默,苏醒白虎血脉,意味着什么? 他们比谁都清楚。 当年王家,可是一流家族,虽不及四大家族,在终神州,也有一定的地位。 自从老祖陨落之后,王家地位一落千丈,二百多年过去了,王家再也没有诞生过白虎血脉。 随着时间流逝,王家弟子身体中的血脉越来越稀薄,甚至永远都无法苏醒白虎血脉了。 但是今日,王瑞不仅苏醒了白虎血脉,而且还是罕见的血纹白虎,要比先祖的血脉还要纯正。 只要成长下去,成为临选老祖都有可能。 事情一波三折,准是一名少主,却换回来一尊白虎血脉,王家每个人对柳无邪的态度,说不清道不明。 按理说,他们应该感谢柳无邪才对,就是说不出口。 气势不断收敛,王瑞境界停留在话音巅峰一重,等回去稳固一下,很快就能突破话音二重。 这就是白虎血脉的好处,将来修炼,事半功倍。 柳兄,谢谢你。 王瑞突然单膝跪地,感谢柳无邪。 如果不是柳无邪唤醒他的白虎血脉,可能他一辈子都停留在原地。 柳无邪连忙双手扶住他,这是他踏入终神舟以来,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王家落到今日这不田地,以后王瑞在家族肯定不好过。 柳无邪激发他的白虎血脉,那王家将把他当成宝贝一样捧着。 这才是柳无邪的本意,王敏双看了一眼大儿子的尸体,又看了看小儿子,轻轻叹息一声。 家主,这是我们王家之福啊。 那些长老沉寂在兴奋之中,站在王敏双身边,大声地说道。 他们说的没错,王家出现一尊白虎血脉,的确是王家之福,王敏双就是开心不起来。 两个儿子,好比手心跟手背,准是一个,成全了另外一个,身为父亲,心里难受,这是人之常情。 恭喜王家主,喜得白虎血脉,不少人纷纷上前恭贺,有了白虎血脉,王家很快就能重回一流家族。 只要发展顺利,不出百年,王家将扬名昌城。 我们走吧,王敏双轻轻说了一句,抱起自己儿子的尸体,转身朝家主走去。 既没有感谢,也没有责备,临别之前,看了一眼柳无邪,眼眸深处,感谢大于恨意,显然他对柳无邪今晚的做法,表示感激。 第725张缘分,街上的人陆陆续续散去,客栈的老板态度也改变了,允许柳无邪继续住进客栈。 这么一闹,大家都没有了睡意,三三两两坐在客栈一楼,搁着茶聊着天。 尤其是刚才柳无邪一刀击败三十多人,极其震撼。 这位小友,能不能邀请你喝一杯?柳大悦突然走过来,邀请柳无邪坐下来喝一杯。 柳无邪施展夺命刀法,让他很是好奇,必须要搞清楚原因。 同样如此,柳大悦跟自己父亲只有一字之差,他身份又是柳家家主的三子,如果父亲出自柳家,柳大悦一定知道。 这是一次打探的好时机,如果父亲跟柳家没有任何关系,他只好放弃前往新耀城,去另外一座大城,那边还有柳姓家族。 两人一拍即合,找到一处较为偏僻的地方,主要是柳大悦乃真玄境,没有人愿意坐在他们身边。 气场太强大了,坐在一起很不自在。 我叫柳欣,不知道兄台怎么称呼,柳欣坐下来,自爆家门,柳无邪,柳无邪站起来,非常友好的回道,你也姓柳,听到柳无邪也姓柳,柳大悦跟柳欣像是一眼,难道柳无邪真的是柳家弟子,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 嗯,柳无邪点头,正因为自己也是姓柳,才会同意跟他们坐在一起交谈。 不知柳兄弟出自哪个家族,柳心急迫地问道,想要知道柳无邪,到底是不是柳家弟子。 我不是中州人士,半月前从西荒刚到中神州。 柳无邪如实说道,并未隐瞒,听到柳无邪来自西荒,两人脸上流露出一丝失望。 柳小有家里还有什么人?柳大悦自珍自饮,放下酒杯,朝柳无邪问道。 这个不好说,柳无邪苦笑一声,如果说家人,他觉得岳父岳母还有灵雪就是他的家人。 如果不方便说就算了,来,我们喝酒。柳大悦给柳无邪倒了一杯,三人一起端起酒杯碰了一下。 倒不是不方便,主要我身份特殊,这次离开家跑到中神州来,第一是寻找我的生父生母, 第二领略一下整个大陆的风采。柳无邪倒没觉得见不得人,只是他的身份,说出来可能会遭人嫌弃。 柳兄弟如果不把我们当外人,我们倒是愿意洗耳恭听,中神州只要叫得出的人物,我三叔基本都认识,也许能帮助打听到你父母的下落。 柳兄放下杯子后,目光看向柳无邪,让他不妨说出来。 大家已经是朋友了,绝对不会因为对方身世,有一丝瞧不起的意思。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一夜之间消失,把我托付给其兄弟。 十八岁的时候柳无邪简短把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这许的事情,一代而过。 柳大月眉头微皱,正在计算时间,柳无邪所说的日子,跟大哥回来的日期就相差一个多月。 你的命也是够苦的,柳心唏嘘不已,没想到柳无邪竟然还有这样离奇的身世。 三人集体陷入沉思,谁也没说话,柳前辈,你是柳家的人,认不认识一个叫柳大山的人。 柳无邪突然抬起头,朝柳大月问道,蹭,柳大月突然站起来,目光直刺柳无邪,突然抓住了。 柳无邪,把柳无邪拉到自己面前。 你再说一遍,你要找什么人,柳大月情绪有些激动,连坐在一旁的柳心都跟着一起站起来,呼吸有些急促。 柳大山,柳无邪没有挣扎,任由柳大月抓住他的衣领,两人几乎是连对着脸,彼此呼出的空气吐到对方的脸上。 你父亲叫柳大山,柳大月松开柳无邪的衣领,深吸一口气,虽然松开了柳无邪,身体依旧是站着。 是,柳无邪点头,脸上露出一丝警惕,难道他们两人认识自己的父亲? 不然怎么反应这么激烈?你母亲叫什么?柳大月呼吸越来越重,像是老牛在喘粗气,脖子都红了。 言喻,父母的名字,都是岳父岳母告诉自己的,柳无邪脑海中关于父母的记忆太少了。 柳大月突然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柳心一脸呆滞。 柳前辈,你怎么了?柳无邪试探性地问道,他不过说出自己父母的名字,对方反应怎么这么强烈? 身上可有你父母留下的信物。柳大月深吸一口气,也许只是巧合而已,大哥回来的时候,可没说他有子嗣。 柳无邪摘下挂在脖子上的玉佩,放在桌子上。柳大月一把抓起玉佩,放置手心,哈哈哈哈看到玉佩,柳大月突然仰天大笑,笑得所有人莫名其妙。 许多时刻投过来鄙夷的目光,如果柳大月不是真玄境,估计早就有人开口怒骂了。 柳心抢过玉佩,看了一眼,也跟着一起笑。 你们笑什么,他们笑得柳无邪心里发毛,柳大哥,你还不快拜见三叔,论年纪,柳心比柳无邪小半岁左右,称呼柳无邪为大哥。 三叔,柳无邪彻底猛了,没错,就是三叔,柳心质地有声地再次说了一遍,你们把我搞糊涂了,柳无邪大脑有些乱,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莫名其妙冒出一个三叔,一时半刻无法接受。 你看看这是什么,柳心从自己怀里拿出一枚玉佩,同样放在手心,跟柳无邪拿出来的一模一样。 柳无邪一把抢过两枚玉佩,对比一下,竟然一模一样。 你你怎么也有这种玉佩,柳无邪说话有些结巴,这枚玉佩,是他寻找父母唯一的线索,居然出现了两枚,难道这是我们柳家弟子身份象征? 我们每个柳家弟子身上都有,而你身上这枚,中间雕刻一朵花,代表是柳家最核心弟子,真正的嫡系。 柳心连忙解释,只要是柳家弟子,身上都有这种玉佩,只不过玉佩雕刻的话文有些区别,九成九都一样,唯独真正嫡系,中间多出一朵小花。 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你是说我父亲柳无邪不敢继续往下说了。 滚海快速运转,从他们表情还有刚才的对话,分析出来一个结果,他们跟自己父亲,关系绝不一般。 柳大山是我的大伯,盐狱是我的婶圣,我父亲叫柳大智,排行老二,这位是我三叔柳大悦,没想到你是大伯的儿子。 柳心激动地说出来,可以断定,柳无邪就是大伯之子。 加上他能熟练地使用夺命刀法,更是柳家血脉无疑。 柳大悦心里早就有了答案,柳无邪拿出玉佩的那一刻,他就知道,柳无邪是大哥的孩子。 第一眼看到柳无邪,仿佛看到大哥年轻时候的样子。 这是真的吗?柳无邪脸上表情变换不定,原本以为寻找亲生父母是一条坎坷之路, 没想到还未到新药城,竟然碰到了自己三叔,还莫名其妙救了自己一命。 难道这真是上天冥冥中注定的吗? 千真万确,你的夺命刀法,是不是大伯留给你的,只有柳家血脉,才能施展出来。 柳心也很激动,拉着柳无邪的手,宛如亲兄弟一般。 柳无邪木讷地点了点头,夺命刀法的确是父亲留给自己的。 好久没有使用过了,因为怕大开杀戒,才没有施展一字斩,改为夺命刀法。 却没想到,把柳大月引了出来,三叔在上,请受小职一拜。 柳无邪赶紧单膝跪地,双手抱拳。 好孩子,起来吧,两滴泪水,从柳大月眼角滑落,这个大男人,竟然掉眼泪了。 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三叔,大伯有后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你怎么还哭了? 柳心说完,也跟着一起掉眼泪,这让柳无邪更是纳闷了。 听到过喜极而泣,但是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喜从悲来。 难道他们不愿意见到自己?好孩子,快起来吧。 柳大月亲手把柳无邪扶起来,无需确认,单凭柳无邪容貌,就可以断定,他是大哥的孩子。 三人相继落座,气愤有些凝重。 三叔,是不是我父母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柳无邪试探性地问道,心情有些紧张,好不容易找到父母下落,不会传来的是恶好吧。 放心,你父母都没事。 柳大月一句话,让柳无邪一颗心落下来。 只要父母还在,就算太大的事,他都能给你过来。 三叔,跟我说说柳家的事情吧,还有我父母现在的状况, 我关你们眉心紧锁,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柳无邪第一眼看到柳大月,就发现他眉心挂锁,只有遭遇烦心事,才会出现这种表情。 那柳大月浓浓的叹息一声,接着柳心跟着一起叹息, 大伯当年离开,柳心不知道,柳大月可是非常清楚。 难道是柳家遭遇变故?柳无邪继续问道, 没错,我们柳家遇到危机了,这次我跟三叔出来,主要是寻找莲华盛业。 柳心说出他们此番出来的目的,群变了很多名山大川,还有无数大城,都没找到莲华盛业。 正打算明日赶回柳家,却在这里碰到柳无邪,还住在同一座客栈,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谁中毒了,需要莲华盛业才能解毒,柳无邪眉头微皱,莲华盛业是解毒圣药。 爷爷,柳心眼神黯淡下来,他的爷爷,自然也是柳无邪的爷爷。 听到这个消息,柳无邪如遭累积,第726章是非恩怨,四大家族组长,无一例外,全部都是临旋径强者。 他们的肉身,强悍如丝,可以说是百毒不侵。 天地中能让林玄进中毒的毒药,屈指可数。 最为关键,能让一族之常中毒,更是难于登天。 像柳家这种大家族,家主不是谁都能见到,想要下毒,难于登天。 三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父亲当年又怎么会跑到南狱去? 柳无邪想要知道更多的消息,朝三叔问道。 此事说来话长,柳大月连续喝了三杯酒,这才缓缓说来。 反正已经没有了睡意,那就一直坐到天亮,明日一早,赶回新药城。 直而席耳恭听,柳无邪静静地坐在柳大月对面,接下来的对话,可能牵扯柳家很多秘心。 此周早已被柳大月布置了结界,他们之间的谈话,任何人休想听去。 此事要从二十年前说起,柳大月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了二十年前,那个时候,柳无邪还未出世。 二十年前的一天,柳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柳大山突然宣布,放弃继承家主之位。 此消息一出,顿时惊动整个柳家,那时候的柳大山,不过二十多岁,意气风发,修为天赋极高,为何突然放弃继承家主之位,让很多人不解。 直到十年前,这个谜底才彻底被解开,自古以来,族长之位,由长子继承,庞大的家族,犹如一座皇朝一般,由嫡系掌管,代代传承。 除非家主无后,或者子嗣实力及其一般,难堪大任,才会开启家族会议,另选家族继承人。 现实并非如此,柳大山当时的天赋极高,年仅十几岁,已经在家族出路锋芒。 就在柳大山宣布放弃继承家主之位后的第三天,他就突然消失了。 谁也不知道柳大山去了哪里,像是一个民一样。 我父亲当年为什么要离开,爷爷又怎么会中毒,不会是有人故意为之的吧? 柳无邪虽然刚到二十岁,但是他的智商,超越了大部分人。 已经从柳大月的叙述中,听到一丝阴谋的味道。 没错,这一切都是阴谋,提及这件事情,柳大月就恨得牙齿都痒痒。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让我父亲放弃家族继承人之位? 柳无邪很是好奇,柳家可是中神舟四大家族之一,传承万年,敌运何其之大? 二爷爷柳孝天,柳心突然咬牙切齿地说道,柳无邪点头点头,似乎猜到一些,难道又是家族争权? 当年你父亲喜欢上了你母亲,但是严家跟我们柳家,正好处于敌对关系,严家有好几人,被我们柳家无故杀死。 柳大月说完顿了顿,柳孝天抓到你父亲的把柄,联合了几位长老,谈和家主,逼着你父亲做出选择。 第一是杀死你母亲,第二放弃家主继承之位,离开中神舟。 柳大月恶狠狠说道,对自己这个二叔,没有什么好感。 那十几年前,我父母突然消失,也是柳家派人抓他们回去的吧。 柳无邪语气突然变冷,不管这个柳孝天是谁,逼着自己父母逃离中神舟,柳无邪绝对不会让他好过。 嗯,因为你二叔修炼出现问题,导致修为大爹,我天赋有限,这辈子不可能突破灵旋径,想要继承家主之位,非常之难,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你父亲身上。 柳大月没有隐瞒,当年的确是柳家的人带走他的父母。 当时柳大山并不知道柳家的人具体想要做什么,以为要杀他灭口,才将柳无邪托付给了徐毅林。 回到中神舟后,发现家族接近分崩离析,争斗越来越严重,原本打算接柳无邪回来,最后还是放弃了,宁愿让柳无邪在世俗借做一个凡人。 带我父亲回来,那我母亲现在何处,柳无邪关心的是父母,至于柳家生死,倒不是很担心。 反正跟柳家,也没太大关系,你父亲离开后这十几年,我们一直暗中调查,发现阎家死去的好几人,并非我们柳家所杀,而是另有所有人,应该也是柳孝天派人做的。 故意栽赃给柳家,目的让柳家跟严家解怨,只有这样,才能逼着你父亲离开家族。 柳孝天为了布置这个局,从几十年前就开始规划,计算到了每一步。 终于计划成功,眼看就要得逞了。 父亲病重,大哥一人独目难知,二哥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他自己,很难担当大任。 柳大月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过小小甄选二重而已,放到家族,可以说是无足轻重。 这段时间,柳孝天正在召集长老会,另选家主之位。 你父亲年轻的时候天赋极高,因为耽误了十多年,胸围一直割下,很难回到全盛时期,不达领选,无法继承家主之位。 柳大月继续往下说,柳家一旦落入柳孝天手里,他们这些人,全部都会被逐出柳家。 或者逼着他们分家,出去自立门户。 都说帝皇家无亲情,一座庞大的家族,为了争权夺利,父子为敌,兄弟相残的事情屡见不鲜。 柳孝天跟柳无邪的爷爷柳修成并非亲兄弟,而是同父异母。 就跟王月跟王瑞的关系一样,两人从小就一起争斗,柳修成天赋更高一筹,又是正初,从小得到极好的培养, 不到五十岁,就突破零玄境,继承家主之位。 柳无邪点了点头,理解三叔所说,父亲修为耽搁了十多年,肩外固化,后期很难修复。 能达到如今这种高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们把爷爷中毒的状况跟我说一遍。 基本了解柳家目前的状况,自从爷爷中毒之后,家族的权利,逐渐被柳孝天蚕食。 只要爷爷一断气,柳孝天必定联合其他长老,夺取家主之位。 依柳孝天的性格,一定会斩草除根,杀了他的父母,还有一切有关人员。 说不出来,你爷爷每天沉食的时候会苏醒,其他时候一直昏迷,而且浑身漆飞如同焦炭,每到晚上的时候,会浑身发冷,身躯僵硬。 每次看到父亲一脸痛苦的样子,柳大悦就心如刀割。 柳无邪搜遍记忆,寻找关于此种中毒的迹象。 竟然找不到一点线索,看来要亲眼看到,才能确诊。 事不宜迟,我们明日一早就出发,希望能来得及。 柳无邪眼眸深处,闪过一丝立光,想要伤害他的父母,首先要问他同不同意。 柳大悦也没在意,以为柳无邪急着见自己父母,着急也很正常。 时间不早了,你也早些回去休息,明日一早我们启程。 柳大悦站起来,三人回到阁楼,各自回去休息。 柳无邪没有休息,回到屋子后,将刚才所有记忆回忆了一遍。 先是柳孝天故凶杀死颜家的人,让颜家跟柳家结怨,这样父亲跟母亲在一起,就有阻隔。 接下来第二步,逼着父亲离开中神州,柳无邪甚至怀疑,二叔修炼走火入魔,跟柳孝天也有关系。 第三,爷爷中的毒,很是古怪,绝非一般人能做到。 常人进不了爷爷的身边,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才能下毒。 柳无邪基本屡顺清楚了,此番前往柳家,绝对不会风平浪静。 他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是狂风暴雨,稍有不慎,就会被军量卷走,连他的父亲,都无法护他周全。 也一意思,柳孝天必定展开轻角行动,只要是柳修成的后裔,全部诛杀。 这时候来,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无形之中,柳无邪也卷进了这场漩涡之中。 是福不是祸,是祸闯不过,讲太多没用,整理好了思绪后,柳无邪继续修炼。 天色渐渐亮起来,柳新的脚步声出现在柳无邪门外,打开屋门,柳无邪已经穿戴整齐,只等出发。 刚出客栈,王瑞从远处快步跑过来,知道柳无邪今日要离开,第一时间前来相送。 柳兄弟,昨晚的事情,我郑重地向你道歉。 王瑞弯腰鞠躬,昨日王家纳门对待柳无邪,他还以得抱怨,这份情王瑞记在心里。 此事我已经忘记了,以后好好修炼,说不定哪天我还会来到昌城。 柳无邪拍了拍王瑞的肩膀,露出阳光般的笑容。 昨晚的事情,柳无邪压根没往心里去,好,如果柳兄弟再来昌城,我们定要喝他三天三夜。 王瑞豪气顿声,压在心底的石头落下了。 他今早前来,第一为了送柳无邪,第二是怕柳无邪心里怨恨王家。 看来是他多心了,柳无邪压根没当回事。 一定,告别王瑞,柳无邪三人,用最快的速度,朝传颂政赶去。 赤不宜迟,多耽误一天,爷爷就危险一分。 三叔跟柳新出来一个月了,没有找到莲华盛业,也不知道家族现在如何。 当传颂政量起的那一刻,三人的心情都紧张起来。 回到柳家,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将要面临什么。 转缩在光怪陆离的时空中,柳无邪闭上眼睛,思绪早已飘到了柳家。 当双脚落地的那一刻,三人都吐出一口浊气。 无邪,我们这就赶回柳家。柳大月似乎明白了大哥为何给孩子起名无邪,希望他天真无邪地活下去。 千万不要卷入修炼界的纷争,这些年柳大月看到太多的家族覆灭,无数的天才死去。 柳家乃万年家族,都免不了走向衰败,这样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也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被新的家族取代。 第727章家族争辩,新耀城,真正的修饰世界,居空之上,漂浮着很多建筑,大量的修饰,穿梭其中。 那叫林琼阁,主要贩卖修饰用的物品,里面还有超级大的拍卖场,不过价格极其昂贵。 路上,柳大月为柳无邪介绍新耀城的状况。 漂浮在空中的建筑,每天需要树枝不尽的临时催动阵法。 除了临时之外,需要强者坐镇,作为建筑中枢,这林琼阁的底蕴,不在柳家之下。 一路上柳大月除了介绍新耀城以及中神州势力划分之外,包括修炼境界,一并告知柳无邪。 从三书口中得知,柳家名义上还是四大家族之一,这些年发展并不好,早已被其他三大家族甩开,连一些一流家族,已经超过了柳家。 柳家之所以保存四大家族之一的名号,因为柳家当年有尊老祖担任过天灵仙府的长老。 这是终生名誉,四大家族都有老祖担任过天灵学府的长老。 其他一流家族,想要挤进去第五大家族,必须要由老祖成为天灵仙府的高层。 柳无邪也问及过柳大月,天灵仙府是做什么的。 后者没说,以后柳无邪自会知道,先解决家族的事情再说。 如果家族的事情无法解决,告诉柳无邪太多,也并无用处。 至于境界,柳大月只是一带而过,清河境之后是化阴境,真玄境,柳无邪已经知晓。 真玄之后,乃是灵玄境,柳无邪在南狱的时候,慕容已跟他提及过。 灵玄之后,乃是地玄境,天玄境,洞虚境。 至于往后,柳大月也不知道了,柳无邪暗暗吃惊,没想到真玄境在中神州,连中间力量都算不上。 他的爷爷柳修成,已经达到灵玄巅峰,参户地玄的时候,突然中毒。 天玄境可以说是站在中神州的巅峰了,至于洞虚境。 只限于传说,可以洞穿虚妄,看透这个世界的本质,而有太空,不再受天地的束缚。 柳无邪要走的路,还任重而道远。 灾叔,你听过新玉之路吗? 灾人下了传颂阵之后,施展身法,直奔柳家。 柳无邪清晰地记得,在神王山的时候,神族提及过新玉之路, 他们开启了古老的祭坛,将大量神族输送到中神州。 没听过,柳大悦摇了摇头,看来新玉之路只有神族才知道, 或者说新玉之路太过密心,只有那些天玄境才能知晓。 柳大悦不过真玄境,距离天玄还差好多境界。 还有一点,柳无邪发现他进入新药城之后, 这里的空间法则,更加坚固,要比昌城那重地方, 还有坚固一倍。 比赤岭城坚固十倍,到了此地, 新河境飞行都有些难度了。 他的实力,不断被压缩,真气纯度越来越高。 别看真气变少了,但是纯度,要比来之前, 强横数百倍。 这是好事,量大但是质量不好,严重影响修为。 强大的压力,挤掉了真气中的杂质, 变得更加纯净无垢。 前面就是柳家了,柳星指了指前面一座山脉, 出门一个月,终于要回家了。 山城,柳无邪暗暗吃惊,他说的没错, 柳家就是山城,一座山脉被开辟出来, 建造一座庞大的家族,面积之大,令人扎舍。 这座山城之中,居住十几万名柳家弟子, 大多都是分支弟子。 真正核心,只有千人而已, 中围都是山脉,柳家跟新耀城相隔并不远, 一条通天大路,将新耀城还有柳家牢牢连接在一起。 从柳家大门外50米开始, 两侧街道开设很多商铺, 一直延伸到新耀城。 柳家如此庞大的家族, 门下弟子数十万, 每天的消耗极其之大, 这些商铺单凭做柳家弟子的生意, 就足够他们维持下去。 越靠近柳家, 柳无邪心情就越紧张, 他印象中的父母, 早已模糊不清, 继承了这具肉身, 连带他的情感一起继承了, 柳无邪内心深处, 有种渴望。 他渴望父母, 渴望亲情, 渴望家人。 这一路上, 柳无邪翻阅了朱天书籍, 终于找到爷爷中了什么毒。 三叔, 你可算回来了, 柳大月刚踏入柳家大门, 从门里面急匆匆地跑出来一名青年男子, 一脸的焦急之色。 发生什么事情了, 柳大月一时到不妙, 难道他们回来晚了, 父亲已经病入膏肓? 二月已经联合了其他长老, 开启了家族最高会议, 正在谈和代理家主, 欲要罢免家主之位, 另选贤能。 这名弟子同样称呼柳大月为三叔, 估计也是庞戏亲人。 岂有此理, 柳大月拳头紧捏, 大步刘欣朝族中大殿走去。 客栈的时候, 柳无邪已经得知, 目前柳家由父亲担任代理家主之位, 处理家主一些事物。 因为他境界不高, 很难调动其他人, 这几年来, 可以说是步步维艰。 我们快跟上去, 柳欣拉着柳无邪, 快步跟上, 柳家有二十名太上长老, 轻衣色零玄境, 实力极高, 超过一半人数同意更换家主, 则是有效。 这些年柳孝天暗中没少拉拢那些太上长老。 但是支持爷爷这边也不在少数, 不然柳孝天也不会隐忍这么久。 路上看到很多柳家弟子, 交头接耳, 他们的谈话声, 自然而然地传入柳无邪尔里。 无非都是说, 柳家要变天了, 更换家主, 这可是大事, 无异于一座皇朝更换国主, 等于改朝换代。 曾经的嫡系, 瞬间被打压下去, 成为分支, 由另外一脉继承。 任何家族, 分支都想上位, 成为领导者, 获取更高的资源跟权力。 柳家的一时大殿, 高达五十米, 宽度达三十米, 深度达百米。 建造得非常宏伟, 矗立在原地, 远远望去, 像是一尊匍匐在柳家大宅深处的一条巨龙。 此刻大殿中央位置, 端坐百来人, 除了二十名太上长老之外, 还有许多普通长老, 家族执事等等, 分坐两旁。 他们没有话语权, 只能旁听, 最后的决定权, 还是掌握在二十名长老手里。 有家族归, 除非家族死亡, 或者做出背叛家族的事情, 才会另选家族。 排除这两种情况外, 任何情况, 不得开启弹劾家族的最高会议。 此刻大殿之中, 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辩, 刚才的话, 我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 家不可一日无主, 我们柳家最近几百年, 每况愈下, 如今家族更是病入膏肓, 再不做出改变,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们柳家, 沦落到二柳家族吗? 大殿中央位置, 站着一名老者, 无恙看起来五六十岁, 实际已经超过百岁高龄。 他就是刘孝天, 大殿上手, 坐着二十名长老, 形成一排。 在另外一侧, 端坐一名中年男人, 连于紧锁, 他就是代理组长柳大山。 柳孝天, 家主只是中毒, 柳大月已经出去寻找解药了, 只要找到解药, 家主自然就能恢复, 你这么迫不及待地开启家族最高会议, 是不是太操之过急了? 排在右侧坐在第三个位置上的太上长老站起来, 认为柳孝天太操之过急, 赐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柳孝天在打什么主意, 大家也心知肚明。 十八长老, 事情不能这么说, 柳孝天在怎么说, 也是为了家族考虑, 家主中毒已经一年多了, 一直没有起色, 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 另选贤能, 确实迫在眉睫。 坐在左边第五个位置上的长老站起来, 认为柳孝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柳家考虑。 听着有些不近人情, 但是从长远还是大局出发, 柳孝天做的没错。 我同意五长老的意见, 家不可一日无主, 我们柳家确实该换换风貌了。 十一长老站起来, 支持五长老所言, 你这是抢词夺理, 这一年多来, 虽然家主深陷昏迷, 在代理家主的打理之下, 我们柳家已经止住下跌趋势, 这是好的兆头。 十八长老冷亨一声, 认为他们在抢词夺理, 家主就算昏迷, 还有代理家主, 处理族中事务。 真是笑话, 小小的话音静, 也能担任家主之位吗? 坐在左侧第六个位置上的长老站起来, 一脸鄙夷之色。 所谓的代理家主, 只是一个笑话, 这一年多年, 除了家主那些心腹外, 谁听从代理家主的安排? 柳大山坐在那里, 一言不发, 他境界低下, 还不如一尊执事, 确实没有发言权。 庄权捏得死死的, 如果不是柳孝天, 柳家怎么会落到这不田地, 他又怎么会离开中神州, 父亲又怎么会中毒? 那些中立的长老, 坚默不语, 只要家主还在时一天, 我就不同意另选家主。 十八长老态度很坚决, 除非家主彻底死亡, 才会另选, 如若不然, 绝不推选新的家主。 老十八, 你以为不同意就可以了, 只要超过一半人数就有效。 五长老跟十八长老一直不对付, 两人从年轻的时候争斗至今。 你们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柳家分崩离析吗? 柳家落入进入这重地步, 不是因为没有有家主, 而是我们内部已经不团结了, 整个柳家, 早已被驻重侵蚀, 就算换成谁来当这个家主, 都无济于事。 十八长老一言命中柳家现在的状况, 就算选择了柳孝天, 就能改变柳家的状况。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正因为有了柳孝天这种人, 才导致柳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第七百二十八章 骂你是老匹夫, 十八长老的一番话, 让很多人陷入沉思。 在场很多都是明白人, 早就看出柳家的症结所在。 问题绝非出在家主身上, 而是内部争斗太严重了。 一个家族只有强大的凝聚力, 才能屹立不倒, 这就好比一株大树, 外面看着枝繁叶茂, 而内部早已被蛀虫侵蚀, 这种大树, 一旦倒塌, 绝对一发不可收拾, 可能会连根拔起。 老十八, 你这是妖言或众, 我们柳家之所以落到这般境遇, 因为没有强大的领导者。 二长老站起来, 带着呵斥的语气, 一个国家可以残破, 只要诞生一尊伟大的领导者, 即可收拾残局, 重镇山河。 当然, 这种概率极低, 两人说的都有道理, 你争我夺, 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所有人的目光, 落在柳大山的脸上, 他现在是代理组长, 手握大权, 柳孝天想要成为新的组长, 必须要柳大山主动交出组长大应, 才能名正言顺。 五长老还有二长老笑咪咪地看着柳大山, 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柳孝天说完,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该说的话他都说了, 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几位长老, 只要超过半数投票, 另选家主即可尘埃落定。 就算柳大山不肯交出组长大应, 太上长老也会逼着他交出来。 他再等, 等柳大山主动交出, 这样拿到组长大应, 才更有说服力。 大山,你倒是说句话啊, 十八长老很是焦急, 也看他境界高于柳大山, 还是很支持柳大山的工作, 这一年多来, 积极配合。 我的观点很简单, 只要我父亲还在这个世上, 绝不交出组长大应, 如果我父亲不信离世, 组长大应我会返还给长老会, 至于谁来当这个组长, 我不会干涉。 柳大山的意思很简单, 只要父亲还在, 绝不交出, 这也无可厚非, 老组长还活着, 他要是没有得到老组长的认可, 主动交出组长大应, 那就是大不孝。 柳大山, 老组长身体什么状况, 你心里又不是不知道, 你能等, 我们柳家等不起。 柳孝天站起来, 直呼柳大山的名字, 连代理组长四个字都省略了, 我看是你等不起吧。 柳大山目光一鸣, 看向柳孝天, 眼眸冰冷, 还有凌厉的杀气, 代理组长, 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们都敬重老组长, 看着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我们心里也很内疚, 我相信老组长如果苏醒过来, 一定也会支持我们的做法。 三长老站起来, 一副语重心肠的口吻, 竟然打亲情牌, 老组长以前诚实的时候还能醒过来。 这几日一直昏迷不醒, 而且身体内部越来越糟糕, 已经到了冰死边缘。 如果你们真的敬重我父亲, 就不该在这个时候, 开启这个会议。 柳大山义正言辞, 看着一个个虚伪的嘴脸, 满脸的怒气。 柳大山, 既然你明完不灵, 那我只好强行剥夺你手中的组长大印。 柳孝天不想等下去了, 露出猙獰的一面。 反正大多数长老支持自己的行为, 今日必须要拿到组长大印, 执掌柳家, 成为新任家主。 你敢动我父亲一下试试, 我立即杀了你。 这个时候, 大殿外面, 传来一道立合声, 打断了所有人谈话。 所有人朝外面看去, 刚才大殿中发生的一切, 柳无邪探入柳家之后, 通过鬼童树已经看得一清二楚。 虽然父母五六岁就离开了自己, 印象中多少还有一些朦胧的影子。 通过鬼童树, 一眼便能看出, 柳大山就是他的父亲。 刚才父亲的话, 他全部听到了, 柳无邪要比柳大悦还要先行一步, 跨入大殿。 目光横扫一圈, 最后落在父亲的身上, 柳心没有进来, 站在大门外, 此刻聚集很多柳家弟子, 纷纷看着脑袋朝里面看去。 字幕对视, 柳大山身体开始颤抖, 柳无邪虽然长大了, 多少还有一些小时候的轮廓, 柳大山一眼辨认出来。 你是何人, 胆敢擅闯柳家大殿, 柳笑天大喝一声, 柳无邪不过小小心和静, 坐在大殿之中, 境界最低那就是柳大山, 只有话应静。 就连最低级的直视, 也有真悬境界, 普通弟子, 禁止踏入大殿, 难怪柳心留在门外。 加上柳无邪面孔陌生, 不像是柳家弟子, 贸然闯入此地, 那就是死罪。 这个时候, 柳大跃紧随柳无邪, 跨入大殿。 刚才里面的谈话, 他也听到一些, 满脸的怒气。 你个老匹夫, 刚才就是你威胁我父亲。 柳无邪朝父亲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目光直刺柳笑天, 直呼他是老匹夫。 坐在四周一百多人, 一个个目瞪口呆, 柳无邪居然辱骂柳笑天是老匹夫, 这也太胆大包天了。 饺子, 你敢骂我是老匹夫, 给我死。 柳笑天不管柳无邪是谁, 当众羞辱他是老匹夫, 只想杀了柳无邪, 才能以消心头之狠。 无缘无故被人骂一顿, 还是当着族中的高层, 不杀柳无邪, 以后如何立足。 柳笑天, 你给我助手, 你可知道他是谁。 柳大悦往前一步, 祭出真玄之势, 拦在柳无邪面前。 柳笑天可是临玄境, 他真玄之势根本无法抵挡。 我管他是谁, 羞辱老夫, 只有死路一条。 柳笑天大手印, 朝柳无邪狠狠狠压下来, 恐怖无比, 整个大殿都在晃动。 情况一触即发, 单凭柳大悦无法阻止柳笑天。 就在这个时候, 柳大山突然站起来, 柳笑天, 你胆敢出手, 我立即毁灭族长大印, 让你一辈子休想得到家主之位。 柳大山一声怒吼, 震得瓦力作响, 这是寒怒而发。 柳笑天突然收手, 族长大印一旦毁灭, 意味着柳家彻底分崩离析, 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族长大印里面蕴含了历代族长的魂印, 他们是柳家的魂, 柳家的精神象征。 柳大山, 只要你肯主动交出族长大印, 我可以不杀他。 柳笑天发出一声冷笑, 手掌并未收回, 逼着柳大山交出族长大印。 逼宫, 裸得逼宫, 父亲, 不要答应他。 柳无邪丝毫不惧, 他已经做好燃烧先帝意志的准备, 打算跟柳笑天拼一个两败俱伤。 就算不能杀他, 伤他应该有可能, 结果柳无邪直接被反射而死, 父亲, 众人愣了, 柳大山什么时候有儿子了? 他是柳大山的儿子吗? 跟大山年轻时候的样子很像, 周围那些长老议论纷纷, 对柳无邪的身份很是好奇。 这么多年了, 从未听说柳大山有孩子, 柳笑天也是一愣, 目光死死地锁定柳无邪, 果然跟柳大山长得有几分相似。 无邪, 是你吗? 柳大山还是不确定, 声音有些哽咽, 十多年了, 他每天都在痛苦跟内疚当中度过, 把孩子一个人留在苍蓝城那种地方。 尤其是到了晚上, 妻子都会偷偷地哭泣, 父亲在上, 请受孩儿一拜, 柳无邪路上的时候, 已经得知事情的始末, 父亲当年把他留在苍蓝城, 目的是为了保护他, 不愿意卷入这场纷争中来。 柳无邪有时候也想, 做一介烦人, 没什么不好。 只是他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东西, 返回凌云仙界, 杀光那些人。 快起来, 柳大山快步上前, 扶起自己的儿子, 父子两对视, 随后柳大山紧紧地把柳无邪抱在怀里。 你母亲要是知道你回来了, 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柳大山抹去眼角的泪水, 这几年他想过接柳无邪回来, 可是柳家的状况, 不允许他这么做。 好一副副此此笑, 柳大山, 如果你不肯交出组长大应, 休怪我不客气了。 柳孝天的大首长还停留在半空中, 柳无邪刚才骂他是老匹夫, 就算杀了柳无邪, 其他长老也不好阻止。 柳大山露出为难之色, 一面是自己儿子, 一面是父亲的意志, 不论怎么做, 心里都很难受。 孝天, 他只是一个孩子, 还不懂事, 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 次长老站起来, 让柳孝天没有必要跟个后背一般见识, 希望大事化小。 让我放了他也行, 交出组长大应, 随后进行投票。 柳孝天正愁着没机会逼着柳大山交出组长大应, 谁知道柳无邪突然冒出来, 给了他一个绝佳的理由。 只要拿到组长大应, 至于投票, 只是走走过程而已。 真是可笑, 柳家乃堂堂四大家族之一, 选举组长竟然如此儿戏, 况且老组长还在世, 你们这样做, 就不怕遭到天下人耻笑吗? 柳无邪目光横扫一圈, 最后落在柳孝天的脸上, 公然嘲讽。 连带整个柳家都带进去了, 认为他们这些老古董, 做事情太儿戏了。 黄口小儿, 这里是柳家, 轮不到你在这里撒野, 赶紧从这里滚出去。 一名直视站起来, 让柳无邪赶紧滚出柳家,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在这里大呼小叫, 好好的人不做, 非要做一条狗。 柳无邪目光看向这名直视, 公然羞辱他是一条狗, 一条只会在柳孝天身后 摇尾起怜的狗。 充分地将毒蛇威力发挥出来, 这一年多来, 能让柳无邪羞辱的人不多了, 已经站在南狱巅峰。 被人骂作是狗, 气得这名直视浑身颤抖, 不少人眼嘴惊笑。 这名直视是柳孝天养的一条狗, 大家早已心知肚明, 被柳无邪这样说出来, 绝对是第一次。 放肆, 此乃家族圣地, 你再敢胡言乱语, 按照族规, 乱棒打死。 那些长老看不下去了, 柳无邪一番话, 等于把归顺柳孝天的那些太上长老一起骂进去了。 大殿中的气氛更加压抑, 第729章三日之约, 大量的矛头指向柳无邪, 这里乃柳家圣地, 柳无邪一番话, 不仅得罪了那些执事, 也得罪了一部分太上长老。 族规, 柳无邪冷笑两声, 你们跟我讲族规, 真是可笑至极, 族规早就被你们踩在脚底下践踏了吧。 一番话说得许多人哑口无言, 如果谈族规, 今天大殿就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眼里早就没有了族规。 不少人沉默了, 拿族规说是, 这是自欺欺人, 饺子, 念你是柳大山的儿子, 现在立即跪下来磕头认错, 不然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大家已经不要脸了, 索性不要脸到底, 五长老还有三长老纷纷站起来, 让柳无邪跪下认错。 柳大山牢牢将儿子护在身后, 他已经错了一次, 不想再错第二次。 今天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要保住儿子的性命。 让我磕头认错, 也轮不到你, 只要柳家家主还在一天, 你们就没有资格。 柳无邪是小辈, 没有经过高层允许, 擅闯大殿, 确实触犯了族规。 但是轮不到他们这群人来指责, 理应由家主发落。 真是可笑, 家主已经病危, 随时都能死去, 今天我们就另立家主, 等新家主选出来, 就是你的死期。 刚才站起来的那名执事冷笑连连, 他们的确没有资格, 只要柳孝天当选家主, 第一个就会杀了柳无邪。 谁告诉你家主病危, 家主明明活得好好的, 你们却骤他死, 你们到底是何居心? 柳无邪目光犹如利剑, 刺向这名执事, 后者竟然无法承受柳无邪的眼眸。 如同一尊诸神, 蕴含灵魂之毛, 出其不意之下, 这名执事险些心神失守。 柳大山眉头微皱, 目光看向三弟, 难道无邪不知道家主的情况? 饺子, 你不要再抢思多礼了, 还是乖乖地跪在一旁, 等选出来新家主, 再慢慢地炮制你。 都认为柳无邪在胡说八道, 老家主的身体, 每个人心里很清楚, 断气也就这几天的事情。 爹, 你相信我吗? 至已至此, 柳无邪必须要赌一把了。 真要是硬碰硬, 吃亏的一定是他们父子, 柳孝天铁了心今日要夺得家主之位。 柳无邪需要跟时间赛跑, 只要给他几天时间, 就能扭转这种局面。 大殿中的局势, 对他们很不利, 最少有七名长老支持柳孝天, 五名长老支持老家主, 剩余那些中立一旦选择弃权, 柳孝天将顺利当上家主之位。 柳无邪必须要阻止, 在他们投票之前, 阻止这场闹剧。 相信, 短短几年内, 儿子从南狱闯到中神州, 绝非一般人能做到。 父子两对视一眼, 从彼此的眼神之中, 看到一丝坚定。 给我三天时间, 我会让老家主生龙活虎的出现在众人面前, 如果我做不到, 我父亲会主动交出组长大印, 退出嫡系, 辅佐柳孝天当选家主之位。 柳无邪目光横扫一圈, 突然说出这个条件, 话音一落, 大殿一片哗然, 不论是柳大山, 还是柳大岳, 都正在原地。 连天玄境都治不好老家主身体里面的毒, 柳无邪不过小小心和静, 敢口出狂言。 饺子, 你以为使用拖延术就有用吗? 我告诉你, 别说三天, 一个时辰我都不会给你。 柳孝天发出一阵狂笑, 认为柳无邪在拖延时间罢了。 你害怕了, 柳无邪早就料到柳孝天会这么说。 时机已经成熟, 谁也不知道三天之内会发生什么变故, 柳孝天绝不允许措施这样大好时机。 一句你怕了, 问住了柳孝天, 很多人目光落在柳孝天的脸上, 等待他的回答。 他怕吗? 一旦回答不怕, 为什么不敢给柳无邪三天时间? 回答怕了, 这种人也配当选家主。 柳无邪一语双关, 将柳孝天问住了。 哼, 小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计谋, 你想拖延时间, 我偏偏不给你。 柳孝天不愧是老奸巨华, 岂能这么轻易中了柳无邪的圈套。 你不但害怕, 而且还心虚, 这些年没少做亏心事吧, 连我一个小辈的条件都不敢答应, 以后如何统领庞大的柳家, 你这种人, 不配单词大任。 柳无邪自自诛心, 听着都是平凡的对话, 却让柳孝天无法辩驳。 提出条件的那一刻, 柳无邪计算好了很多种退路。 店外众多弟子, 窃窃私语, 这小子说的没错啊, 也就三天而已, 为何二爷不敢给他, 难道他真的害怕了? 人心一旦散去, 就算柳孝天拿到家主之位, 也没有震慑力。 柳大山一脸震惊, 没想到自己儿子进退有据, 每一句话都暗藏玄机。 柳孝天, 你为什么不敢答应, 还是你真的怕了? 柳大月这时候站出来, 趁机调油加醋, 目的很简单, 让柳孝天留下一个贪生怕死的名头。 不论他能不能当选组长, 今日这番争斗, 他都输了。 输给了一个小辈, 没想到小小一句话, 竟然有如此威力。 孝天, 既然代理组长都这么说了, 不如就给他三天时间。 那些中立的太上长老站起来, 不在乎多等三天。 柳孝天, 如果你不是真的害怕, 为何在这里犹犹豫豫? 十八长老也站起来, 各种声音, 在大殿回荡。 那些支持老家主的长老, 纷纷开口, 支持柳无邪。 不论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先拖延三天, 也许真的有奇迹发生。 柳无邪笑了,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只要那些支持爷爷的太上长老站出来, 他已经赢了一半。 柳孝天脸色极其难看, 加上外面那些弟子指指点点, 他知道, 这时候强行开启大会。 那些支持老家主的长老, 肯定作梗, 想办法搅局。 饺子, 我可以给你三天时间, 但是我还要加一条, 如果三日之后, 家主身体不能康复, 你父亲不仅要交出族长大印, 还要滚出柳家, 而你触犯族规, 则乱仗打死。 柳孝天果然够歹毒, 在柳无邪的条件上, 再追加两条, 不仅要赶出他父亲离开柳家, 还要用族规处死他。 一言为定, 奇怪的是, 柳无邪竟然没有提出对等的条件。 例如他们赢了, 柳孝天滚出柳家,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这时候提出条件, 柳孝天也许会答应, 一旦输了, 必定狗急跳墙, 到那个时候, 才是柳家真正的灾难。 柳孝天这些年收买了很多人, 将他赶出家族, 不是那么容易, 逼急了可能会谋反, 或者带着人分离出去, 必定伤及柳家根基。 这些都是柳无邪不想看到的结局, 既然目前做不到, 何必去说, 先解救眼前的危机再说。 这个条件, 对柳无邪父子, 可以说是太不利了。 柳无邪赢了, 他得不到任何好处, 输了, 则要死, 只有那些智商极高之辈, 才明白柳无邪的良苦用心。 杀人, 绝非一朝一夕, 而是要一步一步来, 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 一刀也不可能杀死一群人。 对付柳孝天这种人, 需要极高的耐心跟智慧。 柳无邪这一朝以退为进, 施展得淋漓尽致, 先稳住局势, 再伺机而动。 越来越多的长老站起来, 那些中立的长老还是希望老族长的身体能康复, 毕竟老族长这些年带领柳家, 走出了困境。 大多数柳家弟子, 一直支持老族长, 柳孝天靠利益, 才走到这一步, 迟早都会鸟兽轰散。 当利益得不到满足, 利益团体自然会四分五裂, 看着局势一步步脱离自己的掌控, 柳孝天恨得咬牙切齿。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 却杀出一个柳无邪, 擅闯大殿, 这是死罪, 偏偏家主还是昏迷, 必须要选出新的家主, 才能执行此命令。 这就给柳无邪周旋的空间了, 仅仅三天而已, 如果柳无邪就不活老族长, 还是死路一条。 不少长老直视, 陆陆续续离开大殿, 等三日后再过来。 柳孝天离开之前,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柳无邪, 视他为眼中钉, 肉中刺。 大山, 你什么时候多出一个儿子? 十八长老还有四长老等人纷纷走过来, 询问柳大山。 这些长老一直支持老族长, 自然站在柳大山这一边。 此事说来话长, 柳大山很感激他们几个刚才站出来这样一只眼, 才逼着柳孝天离开。 单凭他们父子二人,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柳孝天真正忌惮还是他们这些太上长老, 至于柳无邪的条件, 他压根不放在眼里。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老族长的毒, 不可能解开。 就算找到莲华盛业, 也不可能在短短三天内, 恢复生龙火虎, 只能复苏他的心脉而已。 三日之后, 他在名正言顺地继承组长之位。 你们父子十几年没有相见, 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就不耽误你们了。 那些长老纷纷离开, 至于他们跟柳孝天之间的赌约, 之次未提。 因为他们心里也很清楚, 三天内让老族长生龙火虎, 没有人能做到。 还不如让他们父子好好享受这最后三天时光。 吴协, 我这就带你去见你的母亲。 柳大山抓住柳吴协的手, 拉着他离开大殿。 两人见不如飞, 恨不能一步跨回去。 严谕坐在院子里面, 他早就知道今日柳孝天要弹劾组长之位。 一脸的担忧之色, 脸上很憔悴, 看来这些日子一直没休息好。 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脚步声, 严谕快速站起来, 其中一道是夫君的脚步声。 这么些年, 夫君的脚步声, 就算闭着眼睛也能听出来。 只是这脚步声怎么如此急促, 难道是第730章准备, 院门被人大力地推开, 柳大山快步冲进来。 差点跟严谕撞了一个满怀, 看到夫君没事, 严谕一颗心落下来, 这才发现, 夫君身后还站着一名年轻后生。 夫君, 这位是, 这里是柳大山居住的院落, 属于私人地方, 除了家里的人之外, 外人一般不会前来。 玉儿, 你猜他是谁? 这么多年了, 柳大山一直称呼妻子的小明, 让他猜站在身后的后生是谁? 严谕的目光, 这才正是落在柳无邪的脸上, 开始打量。 不打量不要紧, 这一打量, 两滴泪水, 顺着严谕的眼角滑落。 你是无邪, 你是我的儿子, 柳无邪是从他身体里面掉下来, 就算是长大成人, 做母亲的也能一眼能出来。 孩儿拜见母亲大人, 柳无邪突然单膝跪地, 我的孩子言喻突然一把抱住柳无邪, 紧紧地抱在怀里, 生怕再次失去这个儿子。 哭得稀里哗啦, 柳大山站在一旁, 轻轻地抹去眼角的泪水。 一家团聚, 原本是件开心的事情, 柳大山却开心不起来。 讲到只有三天时间, 柳大山心里就是一阵脚痛。 难道上天就给他们三天团圆, 很快又要分开了吗? 母亲大人, 你快起来, 柳无邪单膝跪地, 严谕直接跪在地面上, 将他紧紧抱住。 母子两人一起站起来, 严谕双手轻轻地 抚摸柳无邪的面庞, 泪水就是止不住。 柳无邪轻轻地替母亲擦掉泪水, 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寻找父母之前, 他想要质问他们, 当年为何抛弃自己, 把他自己一人留在苍兰城。 见到三叔之后, 所有的谜底解开了, 父母为了保护他, 不得已才离开, 希望他一生平安长大。 当年把他留在苍兰城, 柳大山还有言喻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这些年一直在内 就当中度过, 尤其是言喻, 每天以泪洗面。 远在外面, 站着两名中年人, 分别是柳大悦还有柳大志。 他们静静地看着, 偶尔披过脑袋, 擦掉眼角的泪水。 大哥有后, 他们应该开心才对, 孩子,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言喻收起眼泪, 此生还能看到儿子, 已经很满足了。 不苦, 柳无邪微微一笑, 安慰自己的母亲, 大哥, 柳大悦还有柳大志走进来, 这种时候, 他们不应该来的, 应该让他们一家三人好好团聚。 时间紧迫, 他们不得不来, 商议接下来的事情, 如何化解三日后的危机? 如果不能解除, 三日之后, 依旧会骨肉分离。 玉儿, 你去准备一下晚宴, 今晚我们一家人庆祝无邪回来, 我们几个还有事情要商议一下。 柳大山没有告诉言喻三日之约的事情, 以免让他担心。 好不容易团聚, 让他享受三天团圆时光, 严喻看了一眼他们四个, 知道他们有事情隐瞒自己, 却没有刨根问底。 男人的事情, 就应该由男人去解决。 儿子回来, 他确实要好好准备一下, 替儿子接风洗尘。 你们跟我来, 柳大山带着他们几个, 进入自己的书房, 将大门关闭。 大哥, 三日之约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刚才路上的时候, 我跟三弟商议过来, 这几天我们会想办法把你们一家人送出柳家, 找到安全之地, 先避一避。 柳大志说完, 不断地咳嗽, 脸色很难看, 应该是修为出现问题了, 导致经脉淤堵。 柳大志跟柳大约商量了一番, 打算让大哥带着家人, 离开柳家,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柳孝天还不敢对他们怎么样, 最多剥夺一些权力。 相比起家人安全, 权力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们为什么要走, 柳无邪刚才已经拜见二叔了, 还未等柳大志说完, 突然反问道。 三人目光同时朝柳无邪看过来, 为何他要这样说? 无邪, 我知道你不甘心, 刚跟父母团聚, 又要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也是无奈之举。 柳大约心里同样很难受, 只有活下去, 才有希望。 我在大殿说的那些话, 并非大放厥词, 时间紧迫, 您们赶紧带我去见爷爷吧。 柳无邪不想耽误时间, 让他们赶紧带自己去见爷爷, 越早越好。 柳大山三兄弟相视一眼, 从柳无邪眼眸之中, 看不到一丝玩笑, 透着无比的坚定。 我相信无邪, 柳心回来把他在昌城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能看出邪灵, 还能激发白虎血脉, 也许无邪真的能创造奇迹也不一定。 柳大致虽然刚认识柳无邪, 通过柳心, 对柳无邪一些过往, 已经了解。 好, 我这就带你去见爷爷。 柳大山点了点头, 事已至此,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就算要走, 临走之前, 他也要见一下父亲。 四个大男人, 飞速离开院子, 直奔家主居住的区域赶去。 穿过层层院落, 柳无邪发现暗中潜伏很多高手。 期间还遭到好几次拦截, 这些人都是老家主贴身侍卫, 任何人休想靠近。 柳大山是代理家主, 自然有这个权利, 带着他们三人, 一路如无人之境, 直达一座不大的院子。 老家主这些年朴素习惯了, 居住的地方, 看起来普普通通, 跟四大家族组长身份, 有些不匹配。 大山, 你们怎么来了? 屋外站着一名老者, 一头银发, 岁数也不小了, 一直跟随老组长。 柳大山还未出生, 这位老者已经跟随老家主了。 李老, 我带孩子来看看他爷爷。 柳大山赶紧介绍一番, 李老目光这才看向柳无邪, 眼眸中流露出一丝赞赏之色。 大殿中发生的事情, 我已经知晓, 年少有为, 如果你爷爷能醒过来, 一定会很开心。 李老一脸的赞赏之色, 今日如果不是柳无邪出现, 事情要比这个糟糕多了。 无邪, 李老追随你爷爷一百多年了, 比我们跟你爷爷还要亲, 你快叫一声李爷爷。 柳大山对李老非常尊敬, 让柳无邪赶紧上前行礼。 晚辈柳无邪, 拜见李爷爷, 柳无邪恭恭敬敬行礼, 李老也欣然接受。 好好好, 你们快进去吧。 李老打开屋门, 自己守在外面, 禁止其他人踏入。 踏入屋子, 迎面而来是一股浓重的药味。 这一年多来, 各种药物都是变了, 家主就是没有见好的迹象。 屋子倒不是很大, 光线很好, 中央位置摆放一张床, 上面躺着一名枯瘦老者。 身体漆黑, 犹如焦炭一般, 气息非常的微弱, 次人站在床边, 柳大山兄弟三个已经不是第一次来, 每次来都是哀声叹息。 柳无邪围着爷爷走了一圈, 眉头紧锁。 鬼童数次穿爷爷的身体, 进入他的经脉, 神石犹如水银一般, 不断地查看。 经脉漆黑, 心脏位置有几个黑点, 这应该是毒素来源, 最可怕爷爷的魂海, 被利古神秘力量阻止, 无法调动原神之力梳理身体。 柳无邪观察一遍之后, 轻轻说道, 柳大山三人面面相去, 这么短的时间内, 柳无邪几乎将父亲身体里面的情况 全部查看清楚, 就算是他们, 也做不到。 无邪, 怎么样? 能找到病因, 这好你爷爷吗? 柳大跃一脸焦急之色, 您知道不可能, 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能, 不过有些麻烦, 需要三叔协助, 柳无邪沉吟了一下, 使劲点了点头, 他境界太低了, 如果是化阴镜, 会容易很多。 二叔修为大爹, 父亲只是化阴镜, 只有三叔实力最高, 可以帮助他。 家族道是有不少高手, 林玄镜也有, 但是柳无邪信不过, 人命关天, 稍有差池, 不仅爷爷会死, 自己也会小命难保。 无邪, 你说的是真的吗? 家主真的能救过来? 柳大志一把抓住柳无邪的手臂, 呼吸粗重,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最快两天吧, 爷爷就能生龙火虎, 不过我还需要一些材料。 爷爷经脉被毒素侵蚀严重, 单凭有无邪自己, 最多让他醒过来。 只有配合珍贵的灵药, 将经脉梳理一遍, 也许爷爷还能因祸得福。 需要什么材料, 哪怕是天上的星辰, 我也要想办法摘下来。 一直不说话的柳大山说话了, 只要能治好父亲, 就算是要他的命来换都行, 别说只是一些资源。 斥不宜迟, 我们现在分头行动, 父亲去寻找这些药草, 塞书去准备这些东西。 柳无邪没有拿出纸和笔, 全部是口述。 以免被人知晓, 口述最为安全。 哎, 我只是一个废人, 就父亲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帮不上什么忙。 柳大致一脸痛苦之色, 二叔不用自责, 等治好爷爷的病, 我替你打通经脉, 保证让你解除病痛之扰。 柳无邪一副安慰的语气, 真的吗? 柳大致双眼闪过一丝金光, 这些年他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没想到柳无邪又让他燃起了一丝希望。 安排好了之后, 柳大山跟柳大月纷纷离开了, 去准备物品。 都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最快一个时辰, 就能凑齐。 柳大山是家主, 可以自由出入家主宝库, 调取一些药材, 太简单了。 柳大月更简单, 柳无邪让他准备一同药玉。 柳无邪三日之内要救活家主的消息, 早已在家族传开, 没有人相信他能做到。 柳大山从宝库之中出来, 更是验证了很多人猜测, 柳无邪开始治疗了。 我能在家族传